那么有一位宜兰的 他叫他这个学生是那一年19岁 他叫尤登桂 我们就称呼他叫阿桂 他在读书回到他家 他是采用台铁火车的通勤 那这个学生很棒 因为他平常就要打工 然后呢就半工半读 那一天放学的时候 然后人有点多 人有点多的情况 那人怎么那么多的时候 他旁边有一对情侣 然后那个男的说 你是你穿什么小 你不凭我给你抬 他这样讲 小流氓这样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男的 他就背着背包 他从背包后面 拿出一把蓝波刀 哎呦那个杀伤力很大 直接往他的那个左胸刺下去 刺下去后面医生说他是直接 第一时间他其实就贯穿那个心脏 拔出来就是喷出来 他就叫啊怎么会这样子 但是火车停不了对不对 他到站之后中间那个下一站的时候呢 那一下车赶快来人家 那个救护车赶快就 车上乘客入序下车惊鸿未定 原来刚刚车厢里才发生叠写事件 一名男子拿凶刀刺向另一名男乘客 只因为不满对方 看了自己女朋友好几眼 然后往生之后 因为他整则的新闻 刚好是我世新的同学 叫赖志庆 他是驻宇然的记者 他写的嘛 我那时候看到他写 我就把他看下来之后 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就想说 哇 你这个怎么这么 他说对啊 但是他们现在同学 在发起一人一姓的 在部落格发起一人一姓 要还他清白 为什么 他说阿贵这个人忠厚老实 不会做这种事 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 没有人帮他申冤 所以这些同学集体出来 就是说他帮他们 帮阿贵来申冤嘛 背书啊 对对对 然后记者有写这样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哎呦我是做灵异节目嘛 我不是做命案现场 所以我也真的帮不上这个忙 我真的有起心动念 你知道吗 灵异世界里面 其实他也有所谓的吸引立法者 这有机会再跟阿凯 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来讲 下一集再讲 有机会来讲 过了几天大概两三天 因为他那时候都还没出病 报纸出来他还没有做错 然后我们主人就 志文哥 那个好像有宜安 有命案的他们父母要找你 我想说我又不认识他 找我干嘛 然后我一接通的时候 我就在印象当中 原来是他们爸爸妈妈 他说 我这就不是那个命案 他说是这样 因为他有出来喊冤 谁阿贵 在梦里吗 不只有在梦里 我跟你讲是这样 他往生之后 因为他是死不瞑目 然后他有入到他妈妈的梦中 他妈妈就是老是看到他都不讲话 然后不然就是来回走动 但是他也觉得 他也不知道怎么帮他儿子 只能觉得他从意念当中觉得 他儿子觉得他是冤枉的 就这样子 那你知道吗 那天我就听到他们这样讲 我就想说好 那不然我们就去采访 实际来采访 再问问看有没有什么故事 去的时候他们都还在折莲花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就上去他们家里面 然后现场他妈妈就跟我讲述 他其实都是让他觉得很揪心 那里面有一个黄妈妈 他特别找过来了 这个黄妈妈是阿贵的好同学 黄同学的妈妈 这个黄同学 为什么黄妈妈要注意 他说呢自从案子出现之后 他本来没有去过他家 也不认识阿贵这个人 然后就是看到他儿子 黄同学回来的时候 奇怪好像都跟着一个人 他有看到后面跟着一个人 因为黄妈妈是敏感体质的人 然后呢他让这个人一次两次 但是因为他不想惊扰他儿子 他想说你是都去哪里 还是说怎么 他说没有了 就后来都发生最滚的事情 台人的事物 对对对对 他说怎么 他说你这个同学 是不是这样 就是大概差不多一百七十几 穿一个就是等于说帅帅的 头门老一辈 有点像陈浩南 老一辈的应该可以看过 那个古货仔帅帅的 有点 他那个黄同学一看 你说的是阿贵 他说阿贵就在你后面 他跳起来 他说阿贵你现在也被我害怕 他说不是给你害怕 是他要喊冤 对 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看到 他就是知道妈妈有灵感体质 他就跟着你 对他就跟着你 他要透过你 才有让他妈妈黄妈妈看到 才能把这个心情表达出来 对对对 就像一个媒介 对对对 三个诉求 第一个 基本上他说他是冤枉的 对 第一个他强调阿贵强调 跟他黄妈妈讲 他没有看那个女生的胸部 没错 他们是两个人 一上来的时候 他觉得人多 看一下的时候 是发现 那个男的一直在亲他 他就想说 我都不罵你 你一直把我亲要做 接着他就被刺了 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那个 不是看 我从来绝对没有看对方胸部 可是报道媒体这样写他 他已经死了 又被污蔑他的名声 这一点让他死的觉得很冤枉 而且很冤枉 他说他死不冥 所以他是在还没有 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马上就被刺到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发现呢 从他往生之后 到还没有出病这个 没有接受到他们的一句道歉 另外呢 他觉得他妈妈以后没人照顾 他觉得 他觉得说他这样就觉得很难过 你知道意思吗 第三个 他那时候在他的书包里面 有一对戒指 那他有一位交往还不错的女朋友 然后他说他好不容易 他跟他女朋友买了一组对戒 本来是在七夕 要给他女朋友一个惊喜 想不到是送 来不及送出去的情人戒指 他耿耿于怀 好不容易跟他女朋友 当然年纪轻 还没有到论结婚嫁 但你知道年轻的时候 有些时候你会送女朋友戒指 你送过吗 先不要讲这个 他那个送他戒指之后 但是问题他是送不出去的戒指 然后呢他就跟黄妈妈讲 他希望能够把那一半的 因为一对戒嘛 那个给他女朋友 帮忙送 对 告别式那天天 他女朋友就坐在一角 手上就是带着 他那个阿贵送给他的戒指 真的是很感人的故事 我就问说那黄妈妈 那你怎么知道 你后面处理的阿贵 有没有收到他的戒指 黄妈妈说是这样 经过告别式之后呢 有一次黄同学 他又再次入梦 入梦之后 他就看到他 穿的是干净的白梯 他说那弟弟 你那个戒指 有没有收到 你知道那个阿贵 做了一个动作 左手拿起来 拿起来 那个戒指就在这边 他就看到了 我的意思说 一个往生的人 你如何叫他讲出 心中的委屈 他一定要透过杨世坚的人嘛 你是讲是不是嘛 不然他怎么办 他只能托梦给 那个黄妈妈其他没办法 我制作人 没办法对吧 没有理议题字啊 但是我把他讲出来了 这算是你的生命中的一个 经典序 对 两年后 因为这案子我去处理的嘛 因为我看到这个是奇怪的 这个好像我让我看过 这个人不知道 是哪个朋友 因为他在选邮登柜嘛 案件宣判 他是台铁手中在铁路 在火车上面 刺死人的命案 然后呢宣判 这个凶手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此夺公权终身 对 就是这样 等于说呢 终于还给阿贵一个公道 你知道吗 我心中就想说 阿贵啊你要万念要放下 跟着佛祖去修行了 你跟你女朋友没有关系 有些人就三四夫妻嘛 这次没有你 下次还是有机会 一定要万念放下这样子 去当神仙 跟佛祖去修行 这个算是学生鬼故事 最前的鬼故事 大家好我是错别子 我出第三本新书了 叫符咒的力量 是跟三龙法师一起出的 这本书里面截取了18张符咒 写了18则故事 不用觉得很生硬 里面的内容非常有趣 好比有一个叫诸葛符 就是你喜欢的男人 用这个符画下去 他就会像诸葛一样 趴在你身上 如果你觉得我在胡说八道 那你就翻一翻看一看 是不是鬼话影片 现在这本书 在陈品 伯克莱 金石堂 MOMO 跟我们家的快点购 都有得买 在新的一年 选择读一本新书开始 我是错别子 我是二人曾凯 不喜欢鬼话影片 但我父母是胡说八道 我们下次见